你们就尽量地喝 从那之后 黄色母狗经常到餐厅讨食物 因此在它身上被烟头烫出来的伤疤也越来越多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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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在干什么 它没攻击你 你为什么要虐待它 拜托这位小姐 它只是一只流浪狗而已 你是在紧张什么啊 况且你自己看 它为了吃都不怕被烫了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 简直没人性 小狗你别怕 跟我来 我买好吃的给你 可怜的狗狗 看来你真的饿坏了 你也知道会痛啊 既然知道痛 为什么还要让那人拿烟头烫你呢 第二天 黄小姐又看到那只黄色的狗来到餐厅讨食物 而餐厅老板点着一支烟正准备再次烫它 小狗你想不想吃包子 走 我买包子给你吃 真是多管闲事 这只狗真奇怪 怎么会为了吃而去忍受那么大的痛苦 这只黄色母狗吃饱后 母亲 母亲 母爱的力量 真是令人感动啊 勇敢的雪兔妈妈 在动物园里有一间玻璃龙舍 里面养着一条黑尾蟒 蟒蛇天生是笼子 只能靠鲜红的舌头来嗅闻气味和感觉四周的动静 它们只吃活的动物 如果喂食死掉的动物 它们便会拒绝进食 所以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就用雪兔来喂食珍贵的黑尾蟒 幸亏这些雪兔繁殖速度快 要不然我们这里哪有足够的活动物给黑尾蟒吃 说来这条黑尾蟒也很挑食 只吃活的不吃死的 可不是嘛 还好我们这里有雪兔 而且这些雪兔长大后重达七八斤 刚好够这条黑尾蟒饱餐一顿 动物进食的规律各有不同 蟒蛇通常饱餐一顿后 可以维持十天左右不吃不喝 也因为它十天左右才吃一顿饭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们为了省事 就先把雪兔丢进玻璃笼舍 等黑尾蟒睡醒后觉得肚子饿了 就可以随时吞食 这个家伙还在睡觉啊 当然啊 它前几天才吃掉一只雪兔 最近这段时间是不会再进食了 我们将雪兔扔进去 让它想吃的时候吃 你看 那只雪兔已经吓坏了 这很正常 那些雪兔被丢进去后 一闻到蟒蛇的味道 就吓得魂飞魄散 然后开始到处乱跑乱跳 当发现自己无法逃走的时候 就开始不吃不喝不睡觉 等到蟒蛇想进食 那些雪兔早已经奄奄一息了 蟒蛇只需要爬过去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把雪兔吞下肚 你看 这只雪兔真的惊吓过度了 嗯 等它知道要面对死亡 内心总是恐惧的 好了 我们走吧 过几天这只兔子 就会被蟒蛇吃掉了 几天后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又将一只耳朵特别大的母雪兔 丢进黑尾蟒的龙舍里 诶 那只雪兔不见了耶 看样子已经被黑尾蟒吃掉了 是哦 看来我们要再去抓一只雪兔来喂它了 刚才我有把一只大耳朵的雪兔装进笼子里 现在刚好可以喂它吃 我这就去把笼子拿来 哇 这只雪兔的耳朵还真大啊 对啊 而且你看它还蛮胖的 够让黑尾蟒饱餐一顿了 大耳朵母兔刚被丢进黑尾蟒的龙舍时 和其他雪兔一样 惊慌失措 胡乱窜逃 最后缩在角落里发抖着 你看 这只雪兔也吓死了 是啊 所有的雪兔反应都一样 我想这只大耳朵雪兔 这几天就只会缩在这里等死了吧 第二天 这只大耳朵母兔表现得与众不同 它小心翼翼地沿着睡在草坪上的黑尾蟒 跳了两圈后 便开始在水池边挖洞 你看 这只兔子胆子真大 竟然都不怕那条蛇 是啊 这只兔子想要做什么啊 咦 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昨天丢进去的 那只大耳朵雪兔出了什么问题吗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好了 你们快看 这只兔子居然在挖洞耶 天哪 这只兔子怎么一点都不怕蟒蛇 对啊 可是它挖洞是想做什么 难道它是想挖一个洞来躲避蟒蛇吗 其实 我也是这样想呢 它一定是想挖个洞躲起来 你们说的应该都不是 虽然雪兔有挖洞的本能 但不是强项 在野外的时候 一般雪兔都会找现成的洞穴来做自己的窝 这只大耳朵兔 这只大耳朵母兔除了进食和睡觉 整天就是挖呀挖的 这只母兔子 这只母兔还真是厉害啊 才两天而已 竟然把洞挖这么深了 要是再过个几天呢 我看这个洞的深度就足以保护它了 是啊 不过我想它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看那条黑尾蟒 马上就要醒来进食了 果然黑尾蟒醒了 它昂起头 吞吐着鲜红的舌头 左看右看地寻找着食物 很快 黑尾蟒发现了大耳朵母兔 并快速地朝它爬了过去 黑尾蟒来到大耳朵母兔面前 张开了血盆大口 就在这个时候 大耳朵母兔用力一跳 跳到了黑尾蟒的背后去 并在它身上咬了一口 天哪 你有看到吗 黑尾蟒竟然被血兔咬到了 对啊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吧 蟒蛇遭到突然的攻击 立刻恼羞成怒地 狂追着大耳朵母兔 可是它不等蟒蛇靠近 就拔腿狂奔 或许是因为肚子太饿 体力不尽 又或许是因为好几次的捕食失败 而伤了自尊心 在半个小时后 黑尾蟒完全放弃了追杀 哇 真没想到这只大耳朵兔子还真厉害 看来黑尾蟒要饿肚子了 可是黑尾蟒是很稀有的动物 不能让它饿坏了 我们还是赶快再抓一只兔子 来喂它吧 嗯 好吧 只好这样做了 于是工作人员重新抓了一只血兔 丢了进去 这只血兔一见到黑尾蟒 便吓得不敢动 很快 黑尾蟒便吃掉了它 吃饱后的黑尾蟒 又继续睡觉去 而大耳朵母兔 则又开始拼命地挖着洞 大耳朵母兔挖洞 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 日以继夜 渴了喝一口水 饿了吃一点草 困了就在洞旁打个盾 三天后 大耳朵母兔的洞穴终于挖成 你知道吗 那只大耳朵兔子 这几天像发疯似的 一直在挖洞 我也有看到啊 它可真顽强 天啊 你快看 那只雪兔 真的给自己挖了一个 可以藏身的洞穴 真是不可思议 你看 那只雪兔的肚子 怎么这么大 它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它好像真的怀孕了耶 怪不得它 会不顾一切地挖洞 原来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啊 几天后 大耳朵母兔在洞穴里 产下了三只小兔子 但是 它挖的洞穴 黑尾蟒也能够钻进去的 这样一来 它和刚出生的小兔子 都免不了被吃掉的命运 大耳朵母兔想到这一点后 便心事重重地盯着那条睡着的黑尾蟒 几分钟后 大耳朵母兔 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 它竟然跑到了黑尾蟒身边 张开嘴朝它身上 狠狠咬了下去 惊醒过来的黑尾蟒 非常生气地追赶着大耳朵母兔 大耳朵母兔顾忌重施 灵巧地躲闪 几个回合下来 黑尾蟒占不到什么便宜 再加上肚子不饿 于是便打算继续睡觉 可每当它要睡着时 那只大耳朵母兔就又绕到它背后 出其不意地啃咬它的身体 由于大耳朵母兔一次又一次地攻击 让这条黑尾蟒不堪其扰 只好爬到树上 凶狠的黑尾蟒 竟然害怕一只小小的血兔 这只大耳朵血兔真是厉害啊 嗯 对于一只母兔来说 再也没有比保护幼兔来得更重要了 要让自己的后代 平安成长的强烈愿望 让它战胜了怯懦的天性 超越了物种的局限 以无畏惧的精神与蟒蛇周旋 它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呀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帮它 嗯 我们把它们移出来吧 在这不乏迅诫的世界里 我们仍然行动缓慢 不知不觉能活个两三百年 比起其他生物长寿很多 往往我们的死都来自恒火 有时被拿来占卜 有时被拿来下药 更多的是被拿来食用 很多朋友都因为肉口分离而死亡 唯独大师傅的慈爱 让我们保有我小小的家 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 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爱意 直到寿终 生命电视台 让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教育